又來影保讀書會 暫時讀書會還未有收益 不過我又有心研究 老子這本 最新第六章 完全不明白他說什麼 開始卡關 因為他不是章章那麼容易明白 就算你看他的注釋 白話文分析也好 都不知道他說什麼 這次又儘管試解一下 雖然不知道說什麼 但我自己想了兩天都有一套見解 第六章就是谷神不死 首先這個heading也不知道他說什麼 谷神不死,視為緣 然後那個不知道怎麼讀 緣我當有邊讀邊,好像是牛字 然後做個化在旁邊 不知道怎麼讀 他讀編,視為緣編 不知道,他普通話就是編 編,編,編,編編 類似這些 編編之門,視為天地根 編編,編編,編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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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那說什麼呢 首先他有兩個字 有四個字 如果你不明白的話 一段都可以不用解釋 就是谷神和編編 那是什麼呢 我看著色也不知道他說什麼 因為好像是老子 不知道是不是亂作出來的 這個就是奇怪的地方 看老子看道德經就是 喂,幾千年前 這本是老趣的 老點的 短短的二十五個字 只有一張沒有更多的字 只有二十多個字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翻譯是怎麼說呢 虛空不定的變化是永不停揭的 這就是身慾萬物的神秘 莫測的總根源 微妙的身無之門 就是天地生成的根源 它綿綿不絕地存在著 作用無窮無盡 他想說什麼呢 我自己嘗試解釋 我既然有一張 我覺得他在說黑洞 那這一張虛空 我覺得也是在說一些 其實首先 谷神是什麼 為什麼會突然有一個神出來呢 我覺得也是在說宇宙 谷神 會不會又是黑洞呢 只是猜測 很多人 因為 谷神好像裡面有個深淵的東西 被山圍著 中間 有一堆東西 黑洞其實裡面 就是把所有物質吸進去 但是它是不是萬物之母 會生出一些東西呢 就是另一個 據說就是白洞 或者是宇宙大爆炸 之餘主流 一爆 整個宇宙就生成了 很記得有個 不知道什麼諾貝爾獎的得獎者 是不是彭羅斯呢 我不肯定的名字 他就 純粹是一個假設 就是宇宙是一個 循環不適的世界 假設 因為他的宇宙 比如一個星球 它可能最終會變黑洞 它會老死 老死變黑洞 老死變黑洞 吸收所有物質 進去 如果全部的星球都變黑洞 宇宙也會 不知道 它會 萎縮還是怎樣 那些人可以計算 總有一天 宇宙是會完 不知道 幾萬億年之後 理論上 不會這麼快 但是 完了之後 那些 數學家 開始計算 完了之後 是什麼 或者開始的點 是什麼 有機會是無限循環的 就是 它一旦 宇宙完了 死了 又會生一個新的宇宙出來 我們可能不知道 第幾代的宇宙 無控無盡的 但是 科學家還未知道 如何誕生能源 收回能源 就是用黑洞 就是 星球毀滅了 然後 我和你 在黑洞裡面 就完結了 但是 即 生成那一刻 大家就要猜 是怎樣 生出來 那 老子呢 就是 可能 他都 純粹感覺到 他都只能夠 用代名詞 就說 孕育萬物之武 我想 就相信是那個 八洞 或者是那個 奇異點 或者是那個大爆炸 因為沒有人知道 到現在 我們的科技 都未知道 那個天地武 是誰 就是萬物之武 是誰 總之 我想 老子就是 他現在 我們地球 不要說到那麼遠 遇到大爆炸 就是 起碼我們地球 人類 這種 整個系統 生態系統 身心不息 其實 裏面 都是有 谷神不死的意識 在裏面 谷神不死 有點像 我初心想 有什麼是不死的呢 這個世界 他講得 不死 人都會死 谷神不死 應該是一種意識 應該是 他講的是 宇宙的意識 有什麼 那麼厲害 不死 谷神 谷神不死 應該是 宇宙 就是 宇宙不死 你說 這是一個古文 以前古代 他沒有宇宙 這個字 會不會 就是用這個 宇宙 放進去 就對了 當然以前 那些古人 真的硬要解釋 他說谷神 就是山神 山中之神 有些 他們很多 研究 老子的學說 每個人都形容不同 山神 不 只是谷神兩個字 都有幾百種解法 所以大家只能有意會 谷神是什麼 我相信是宇宙 宇宙當然不會死 是不是 看你們信不信 其實意識也不會死 我們現在有個意識 有時候在想 純粹想 如果意識不死 我在宇宙誕生之前 我也在 這個宇宙誕生之前 是什麼 上一個宇宙又是什麼 上上一個宇宙又是什麼 大家聽過前世回索 前世回索也是現在這個宇宙的事 有沒有人回索到幾個宇宙之前 純粹是一個假設 如果意識不死的話 我是輪迴了 不知幾多個宇宙的 宇宙的幾萬年 已經是 不知N的新宇宙裡面 不斷循環使用 意識已經是 其中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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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腕字 還有一個化字 那些人就覺得他是 形容一些新直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女性的東西 事實上他很喜歡 這個《道德經》很喜歡用 這個 萬物之母 就是母親 來形容這個宇宙 即是單身成個宇宙 其實這個《道德經》很重視女性 這個就是《道德經》 這個就是補充 總之就是 宇宙的東西 簡單地說 宇宙的東西 的能量 應該就是綿綿不絕地 泵出來的 用之不盡 他們都無限地生成 即是生一些東西出來 我覺得有點像我後院的草 如果再簡單一點 用後院就搞定 一個比喻 就像草一樣 它永遠都會有一個原理 你不知道是什麼 不會死的 總之它是不斷地 不斷地生物 生草 生草 然後它會死 然後又會再生 再生 循環 既然我的草地也是這樣 宇宙也是這樣 宇宙也是這樣 那我們的人生 生命又怎樣 我們經歷生老病死之後 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之前和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暫時來說科學 不會相信輪迴這件事 但其實已經有很多證據了 暫時是 或者不是相信的 他們證實不了這件事 可能科學會怎樣證實輪迴呢 或者前世今生怎樣證實呢 其實已經證實了 證實到了 證實到了 譬如前世都很容易證實 你有前世的意識或記憶 你可以證實前世 來世 都是一樣的 用記憶的部分去做出來 其實坊間也有很多這些例子 已經多到爆炸 當然啦 但是現在科學 仍然是看不到的 這個輪迴系統 所以就不成為一個科學 如果照老子這樣說 生命是循環不適的話 或者是他不死 然後又不斷生了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我們 所以其實這一章 如果大家 尤其是 老人家最適合看 人是不是真的會死呢 我們的身體是會老死 總有一天會老死 但是我們的意識是不會死的 意識去哪裡呢 自有一個地方 會在那邊逗留 然後再重用 我覺得 以我 理解人生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他就說了 用之不盡 就是說宇宙的能源 能量 其實是用之不盡 所以我們又不需要 缺少這件事 而有所煩惱 比如缺錢 沒有東西吃 理論上就不需要擔憂 因為這個世界是 已經足夠 或者很多 你看看你怎麼找他回來 我覺得這一章 其實都有那個禮智成分 就是說當你覺得 好像沒有錢 套用生活裡面 總之記住 用之不盡 宇宙大盜也用之不盡 宇宙的生命也用之不盡 你覺得金錢是 有一天用完 這個世界的錢是無限 又是用之不盡 贊助你是用什麼方法 途徑去找他回來 但不得不承認 基本上看這一章 是會有些輕記的 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暫且以我現在40歲之靈 去解讀 我就當它是一個宇宙 即是身心不識的意思 不是都解不通了 既然宇宙是這樣 我們世事萬物 即叫我們都不需要擔憂 總之勇之不盡 但沒有教我們怎樣尋找這件事 總之就不需要擔憂 宇宙會搞定 這一章就解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